今天的比赛成为了昨晚的延续 或者说更多的成为了气氛的延续 昨晚发生在主裁判和天津女排古教练刘晓明之间的矛盾明显影响到了球迷 从今天入场开赛 两对球迷就有点兵容相见的意味 由于并没能正确地估计到现场的状况 组团而来的天津球迷被主办方引上了恒大主委团的看抬 首届比赛恒大外援 布拉科切维奇就利用自己的发球轮连得6分 这也彻底激怒了场下的天津球迷 保安人员在看台上多次调解胃部 两对球迷的身体冲突终于爆发 就连现场的保安也深陷其中 乱战的场面一度干扰了比赛 队员们纷纷被迫下场以求自保 国家体育总局排球项目管理中心的副主任 李全强不得已走下主席台 亲自指导助威团疏散动作 经过长达近10分钟的调整 比赛才得以重新开始 徐主任您能不能说说今天这场比赛 您看到这个赛场秩序您不想说点什么 您作为咱们这个中国排泄的最高领导 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您总应该有一个反应吧 就是